魔術師請真言 選擇鵝鵝鵝交換的號碼 魔術師請一言 譬如說今天我是狼 一號是好人 他換一跟十 那如果一人家查的是我 會顯示是好人 因為我跟一已經換了 然後如果女巫讀的是他 那我就會死 因為我們的號碼是交換的 但是這個交換號碼呢 不會在白天出事 如果白天是票一走的 就是一死 對 所以這個只發生 在晚上的事情而已 那如果獵人是晚上 被狼人刀死他起床 他的那一槍算是夜槍 所以他帶走我的話 一號會死 對 但是如果是白天死的獵人 如果他是被投出去的 票出去的 那個獵人帶走一 就是真的帶走一 好不好 所以魔術師的交換號碼 這件事情只會發生 在夜晚的時候 建議待會兒 預言家可以去講一下 爆出你的查驗之外 你下一碗可以講一下 你要驗誰 因為 我看一下誰要跳 應該三四吧 三四吧 我覺得三四 我閩掛像的時候 認為三四會出現 這樣 五號開始發言的時候 八號一直在看三 然後一直在 有一點 小動作的感覺 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告訴我 你趴很久嗎 所以我覺得八號的演技 稍微浮誇了一些 所以 像他現在就跟六號有 眼神交流 就像這樣 就是這樣 蛤 怎麼了 所以我覺得 八號有點小怪 八號應該是好人吧 他敢對我做一些 眼神的暗示或什麼的 那邊 可能那一名出 我是原家的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覺得八號排這張 應該是好人